好主播各位觀眾記者現在後方的是一家位在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的中醫診所 我們可以看到他現在棋樓的天花板是已經整片脫落 現場全部都是剝落的水泥直接壓垮了三輛機車 幸好當時沒有人員經過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這樣的情況讓我們來聽一段議員陳怡君的稍早訪問 這個天花板他是這個違法去改建的 所以他認為說這個今天建管處先發這個一樓這個店面 他這個天花板塌陷的這個屋主 但是我們也要跟建管處表示說 不要每次事情發生之後就好像開罰交代了事 應該也要來關心說 為什麼大樓在做這個拉皮整建的這個工程 為什麼搭了一年多的鷹架 然後沒有任何的進度 天花板掉落事件就發生在今天早上九點多 當時保全人員聽到共的醫生趕緊跑出來查看 才發現是天花板掉了下來 因此打電話報警 警方到場之後判斷這個天花板其實是違建建築 而且他是木造建材 疑似是因為年久失修 所以才會掉了下來 不過在這個大樓旁邊呢 還有在進行外牆拉皮工程 因此這個天花板掉下來 跟工程有沒有關係呢 還有在建管處進一步釐清 以上是我們掌握最新消息 時間盡頭就很棒耶 立刻下載靜新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這位 nas下載靜新視頻 分析